在疫情的大环境下 陈辉为了多赚些钱养家糊口 找了个老本行的兼职 盲人按摩师 但他没想到 这盲人按摩馆的顶楼 还有一项隐藏的特殊服务 而他去顶楼工作的第一个客户 就是他公司高高在上的美女总裁李盼盼 他要陈辉用特殊的方法给他按摩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陈辉是一名产品销售员 这几年因为疫情原因 公司生意惨淡 他能保住这份工作已经谢天谢地了 至于销售提成那是一毛没有 没办法 为了养老婆孩子 在工作之余 他找了个老本行的兼职 按摩师 陈辉没上过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 直接上的专业技师学校 学了一手中医学位按摩的功夫 但这个手艺 他一直都不怎么瞧得上 一毕业就去找了个销售的工作 要不是现在实在赚不到钱了 他也不会想着再重新捡起这门手艺 在找按摩师兼职时 陈辉得知盲人按摩师赚的钱会更多一些 就起了歪心思 他买了个墨镜 装瞎混进了一个盲人按摩馆去面试 因为他手艺很好 很顺利的就拿到了这个兼职工作 于是陈辉白天赶着销售的活 晚上装瞎子去给别人做盲人按摩 本来以为生活就这样了 做盲人按摩赚的钱 也够支撑他养家的了 但是在陈辉做了半个月的盲人按摩师之后 老板忽然找到他 说他在这应该也干了半个月了 陈辉点了点头 有些紧张的问老板 是不是他哪里做的不好 老板摆了摆手说他做的很好 被他按过的客户都说他手法好 按得很舒服 陈辉松了口气 老板接着说他看陈辉表现好 想给他个机会 问他想不想着多赚点钱 陈辉一正 随即忙不迭的点头说想 老板满意的看着他 陈辉有些激动 但是下一刻 他就看到老板眼睛盯着他 忽然伸手朝他眼睛插了过来 陈辉身体一抖 下意识就要躲 但是他生生忍住了 他现在是瞎子 根本看不到 这要是移动 那岂不是路线了 老板的双指停着陈辉的眼前 陈辉一动不动 他点了点头 就拉着陈辉的手吩咐着 说其实他们按摩馆还有个隐藏项目 就在顶楼 陈辉问什么项目 老板意味深长的说 他是吃这碗饭的 应该知道人体有些特殊血位 如果按了 会使人兴奋高潮的 陈辉点了点头 这些他在绩效时都学过 而且在他来按摩馆这半个月 他也遇到过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 按了没两下就受不了了 老板说能来他们顶楼的都是贵宾 陈辉到时可要注意 别冲撞了他们 只要他给他们按舒服了 钱是少不了他的 他们随便给的小费 可能都比他工资高了 陈辉听了之后 墨镜笑得眼睛瞪得老大 这么好 他咽了咽口水 连忙拍着胸脯保证说老板放心 他一定好好干 老板拍了拍陈辉 叫他明天就去顶楼 说完就离开了 等老板走后 陈辉狠狠过了小拳头 一脸兴奋 第二天下班 他就赶到了按摩馆 在被人带到了顶楼之后 安排在了一个房间里 看了看房间里的装饰 他不由的暗暗炸舌 这房间的装饰奢华无比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 领班进来告知了陈辉一声 叫他准备一下 贵客马上就来了 陈辉应了声 站在门口 逼着头候着 没一会 门就打开了 他看到了一双踩着高跟鞋 穿着黑色丝袜的大长腿 陈辉依旧递着头 恭敬地说着客套话 贵客站在他面前 询问得他是不是新来的 陈辉点了点头 贵宾叫他把头抬起来 陈辉立马抬起了脑袋 隔着墨镜 他跟贵宾的眼睛对视上了 这一看 他整个人都傻眼了 怎么会是李盼盼 李盼盼 他们公司的美女行政总裁 整个公司上下 几乎所有男性同事都对他有过非分之想 陈辉也不例外 他也是正常男人 即便是结婚了 看到李盼盼这样的大美人 难免也会产生些想法 但是陈辉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在这种地方碰到他 李盼盼叫陈辉把墨镜摘了 他不喜欢别人戴着墨镜跟他说话 李盼盼的声音有些清冷 陈辉心里哆嗦了一下 但还是摘掉了墨镜 他两眼无神 毫无焦距 只勾勾地看着前方 为了进这按摩馆 陈辉专门花了大精力学习怎么样装盲人 李盼盼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 陈辉一眨都不敢眨 直到他眼睛都酸了 李盼盼才收回目光 陈辉松了口气 还好他在公司只是个小透明 李盼盼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总裁 自然是不认识他的 李盼盼对陈辉说长得还不错 那就试试他的手法怎么样 李盼盼说着就当着陈辉的面脱掉了衣服 看着他身上的衣服渐渐减少 陈辉的喉咙都干涩了起来 终于他拖了个精光 躺在了按摩床上 陈辉心里不断叮嘱自己 一定不能露出破绽 随后开始给他按摩 李盼盼的皮肤很嫩很滑 手感极佳 陈辉按照平常的手法进行按摩 但是按了一会 李盼盼不满的开口了 问他在干什么 是不是他们老板没跟他说过怎么按 陈辉一证 有些没反应过来 李盼盼就已经把他的手拉过去 按在了自己翘臀上 陈辉咽了下口水 双手有些颤抖的在他屁股上按了起来 虽然老板昨天跟陈辉说时 陈辉已经猜到这顶楼的隐藏项目是什么了 但是当他真的开始做时 他还是有些心惊胆战 眼看李盼盼此时已经准备就绪 用声音不断催促着他 陈辉心想拼了 随着他双手一阵飞舞 没一会 李盼盼就开始哼唧起来 陈辉看着他紧紧咬着下唇 一脸妩媚痴迷的样子 那雪白的翘脸 也因为陈辉愚发大胆的动作冒出了两团坨红 陈辉当即心头狠狠一抽 差点忍不住直接扑上去 突然李盼盼一声高亢而又魅惑的浪叫 瞬间将陈辉拉回了现实 冷静后的他也不敢再继续幻想 只能使劲浑身解数 让李盼盼连续静挽了好几次 结束后 李盼盼还了好一会 点了根烟说不错 手法很好 陈辉恭敬地站在一旁 李盼盼冲他吐了个烟圈 从包里拿出一打钱 放在按摩床上 陈辉目不斜视 看都没看那钱一眼 他害怕这时李盼盼再一次试探他 果然陈辉的余光撇到李盼盼正双眼圆睁 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看他没反应之后 李盼盼才满意的点头说这是给他的小费 下次还要点他 李盼盼把钱放在陈辉手上 陈辉暗自侥幸 这女人真是太谨慎了 他装模作样的捏了捏钱的厚度 随后一脸惊喜道谢 李盼盼挥了回手 陈辉就拿着钱 摸索着出了房间 一出房间 他看着手里最少有四五千左右的钞票 还有点难以置信 就这样给李盼盼按了一次 就赚了这么多小费 陈辉深吸了一口气 把钱揣进口袋 回了休息室 没一会 老板打电话给他 老板狠狠地夸了他一番 说客户很满意 叫他再接再厉 陈辉自然是满口答应 今天他给李盼盼按完之后 老板就没再给他安排客户了 看来这里的客户数量也不多 走的是高消费精品路线 到点陈辉就回了家 他满脑子都是晚上李盼盼 那吃醉诱人的模样 他早都没洗 狠狠抱住老婆 就开始发泄积攒已久的浴火 第二天早上 陈辉照常去上班 但他刚到公司大门口 正准备进去时 就看到李盼盼开着车过来 陈辉一慌 连忙背过身去 李盼盼没有注意到他 静止开车进去了 陈辉拍了拍胸脯 心有余悸 以后在公司得躲着点他了 不然被李盼盼发现 他被自己这么一个底层销售 肆意把玩 非被他炸了不可 心惊胆战的上完一天班 到点陈辉就溜了 来到按摩馆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才抬脚走了进去 让陈辉有些意外的是 他刚换好衣服没多久 李盼盼居然又来了 昨天才刚按完 今天又来 他怎么这么饥渴 陈辉偷偷看了李盼盼一眼 眼里带着怪异的神色 等他转过脸时 陈辉迅速恢复死鱼眼 双手摸索着按在了他柔软娇嫩的身体上 有过昨天的经验 陈辉对于李盼盼的身体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知道他哪一块地方比较敏感 陈辉简单给他热乎了小身子 直接开始正系 李盼盼在陈辉手下低音不断 身体也忍不住的扭曲颤动着 甚至到了后面 他反身把陈辉按在了按摩床上 陈辉心里一惊 虽然他也时常在梦里把李盼盼当作幻想对象 但是真的让他来 他还真不敢 不过李盼盼这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他一把拍开陈辉的手 就要退去他的裤子 陈辉死死抓住裤子 急声说不要这样 他不做这个的 李盼盼的眼睛恢复了点理智 但是在看了陈辉下面一眼后 又变得迷离起来 问他憋得难不难受 李盼盼展开的金钱攻势 说给他一万干不干 陈辉迟疑了一下 摇了摇头 李盼盼说两万 陈辉心里咯噔一下 李盼盼又说三万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陈辉咽了下口水 李盼盼脸上有些不悦说五万 说着直接翻身旗坐着陈辉的身上 说别给脸不要脸 他轻贺一声 暴力的扒下了陈辉的裤子 用力做了下去 陈辉这回没有反抗 一是李盼盼给的太多了 二也是他的确对李盼盼不抗拒 李盼盼足足折腾了他半个小时 他的腰都差点断了 事后李盼盼抽着女士香烟 一言不发 陈辉柔了柔肾 心里犯嘀咕 李盼盼都结婚了 怎么跟个饿了好几年的饥渴怨妇一样 难不成他老公不行 陈辉心里想过无数种可能 就在他浮想连篇时 一旁他衣服上的对讲机就响了起来 陈辉回过神来 连忙去拿过对讲机 问王哥怎么了 王哥着急的叫他赶快带着贵客进暗道 有人上来了 陈辉心里一惊 后背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按摩馆的顶楼每个房间全都有个暗道 为的就是遇到突发情况 按摩馆的贵客能够从容离开 陈辉来不及多想 立马就走到墙角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按了一下 墙上的挂画打开 一道暗门出现了 他说了一声快走 拉着浑身赤裸的李盼盼就钻进了暗门 李盼盼瞇着眼睛 盯着他 陈辉这时才反应过来 他是瞎子 瞎子怎么能这么敏锐的知道那是暗门 眼珠子还滴溜溜的转 心想完了 暴露了 但这时已经容不得陈辉有什么动作 他已经听到门外传来一声怒吼的咆哮了 来人叫李盼盼出来 陈辉连忙把门关上 跟李盼盼两个挤在暗门后面 那个男人不断在外面怒吼 陈辉有些紧张的抓着李盼盼的手 一直忘记松开 李盼盼也不说话 等外面那个男人离开之后 才冷冷开口 说陈辉不是瞎子 陈辉刚要说话 李盼盼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叫他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李盼盼恶狠狠的盯着陈辉 陈辉乖乖的点头 李盼盼刮了他一眼 出了暗门 穿上衣服离开 陈辉冒着被打得生疼的脸颊 一脸忧愁 被李盼盼发现了 这可怎么办 他只要跟老板一说 那自己指定在这干不了了 陈辉忧心忡忡的离开房间 等的老板的审判 但是一直到他下班 老板都没来找他 倒是王哥来找过陈辉一次 但王哥只是问他顾客有没有被发现 李盼盼没有跟老板说他是装瞎的 陈辉心里不解 但是转念一想之后 也就大概猜到了 他看到了李盼盼的脸 李盼盼大概也是担心举报他之后 他会说出什么对自己影响不好的话 后面几天 李盼盼都没再来按摩馆 陈辉给别的贵客做了按摩服务 都被夸奖手法好 倒也有贵客提出要他真的提枪上马 但都被陈辉拒绝了 上次李盼盼的事情让他心有余悸 这万一搞得一半 被人抓个正着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们这些人有自己的圈子 陈辉手艺好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 基本都知道了 来按摩馆专门点他的人越来越多 渐渐的陈辉忙不过来了 没有办法 只能采取预约的形式 对于这种场面 按摩馆的老板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可以说 陈辉的出现 让他的按摩馆生意最少提升了一倍 他对陈辉的态度也变得很好 基本陈辉有什么需求 他都会满足 陈辉的收入也是直线上升 老婆满意的问他 怎么这两个月拿回家的钱那么多 陈辉只好说他最近谈了个大业务 这是老板给他发的提成 陈辉再一次见到李盼盼 是他们公司的周年庆上 他穿着一身紧身又性感的低胸晚礼服 手挽着一个五十多岁老男人的胳膊 那老男人难道是李盼盼的老公 陈辉瞪大了眼睛 看来那天来按摩馆找人的 就是他了 不过这也让陈辉知道了 为什么李盼盼那么疯狂饥渴了 这老男人一看身体就不好 看来平时根本满足不了李盼盼 这也难怪李盼盼经常去按摩馆做项目 陈辉本来以为这周年庆这么多人 他怎么也不会跟李盼盼对上 但好死不死 抽奖环节 李盼盼竟然抽到了他的号码 主持人说一等奖是他们销售部的陈辉 请让李总给他颁发奖品 主持人不断喊着陈辉的名字 他看着周围一道道看着他的目光 这感觉头皮发麻 尤其是陈辉看到台上的李盼盼 当他的眼神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来 瞬间脸色变得铁青之后 陈辉恨不得马上逃离这里 到了现在 他也只能上台去了 陈辉全程低着头 走到李盼盼身边 李盼盼冷冷看了他一眼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开口 说盲人按摩师 陈辉很好 陈辉低着头 根本不敢去看李盼盼的眼镜 不用想也知道 李盼盼肯定是想吃了他的眼神 领奖的过程 陈辉全程沉默 一言不发 颁奖结束后 他就逃也试的跑下了台 晚上陈辉去到按摩馆时 刚一进门就遇到了老板 老板面色冷峻的叫陈辉跟他来 陈辉心里暗道不好 嘴上问老板去拿 说着双手在四周的墙壁摸索前进 老板痴笑的看了陈辉一眼说别装了 他都知道了 陈辉没瞎 陈辉身体一抖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知道肯定是李盼盼说的 今天李盼盼看到了他 一定是恼羞成怒了 陈辉放下手 尴尬的看着老板 等他说话 老板叫陈辉跟他去办公室 说完就走向了他的办公室 老板坐在椅子上 打量着陈辉 嘖嘖撑起 说陈辉装得挺像 他见过这么多盲人 居然都没看出来 陈辉是真瞎还是假瞎 陈辉尴尬一笑 说他不是故意骗老板的 只是老板这里只招盲人按摩师 他没办法 陈辉开口就要解释 老板摆了白手打断了他 老板看着陈辉 意味深长的说他这里之所以只招盲人按摩师 只不过是个噱头 是因为他这顶楼来的贵客都是非富即贵的 他们的身份要绝对保密 只有盲人按摩师 才可以让他们放心在这里消费 陈辉点点头 他搭了着脑袋 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 但是让陈辉意外的是 老板语重心长的说他来他们按摩馆之后 这生意明显好太多了 不管他以前是真瞎还是假瞎 他今后就是瞎子 陈辉诧异的看着老板 随后立马欣喜的说老板放心 以后他就是瞎子 万万没想到 老板居然就这样放过他了 老板走过来 拍了拍陈辉的肩膀叫他先去干活 陈辉恭敬的退了出去 时间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过了一个月 那天陈辉在公司上班摸鱼 之前周年庆时 李盼盼晚着的那个老男人 气冲冲的来到了公司 他一脚踹开李盼盼的办公室 他们整个公司的人都被惊动了 纷纷没过去看热闹 陈辉也不例外 挤进了人群最前面 老男人对李盼盼说要不是他在背后帮李盼盼 李盼盼怎么可能坐上这个总裁的位置 这么多年 他在李盼盼身上花了多少钱 李盼盼竟然敢让他戴绿帽子 他问李盼盼这野种是谁的 老男人的咆哮从李盼盼的办公室里传出来 众人哗然 都在兴奋的交头接耳 美女总裁出轨 这么劲爆的话题没有人不感兴趣 李盼盼声音平静的说回去再说 老男人却不干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 对着围观的他们就喊 说这件女人他们谁想上就随便上 李盼盼问赵大山闹够了没有 他盼铁青着脸走了出来 他冷眼扫视了一圈 没有人敢跟他对视 大家都低下头纷纷回到自己公位上 陈辉好像有个错觉 李盼盼的视线似乎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下 陈辉回过神摇了摇头 也连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李盼盼把老男人重新拉进了办公室 关上了门 没一会 办公室里就传来了激烈的大骂声 和重物衰落的声音 李盼盼问赵大山想他怎么样 赵大山娶了他 让他守活寡这么多年 还想他怎么样 李盼盼那精致白嫩的脸上 此时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跑出了办公室 赵大山一脸凶狠 手里拎着一根铁棍 就朝李盼盼追了过去 嘴里还说要弄死他 陈辉心里一惊 这要是一棍下去 打坏了李盼盼那还得了 眼看着李盼盼无助的朝他这边跑过来 陈辉脸色一阵变幻 最终还是硬着胆子站起来 把赵大山拦着 赵大山恶狠狠盯着他 叫他滚开 陈辉故作镇静的咽了下口水说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赵大山用力推了他一把 陈辉一个没站稳 亮呛了一下差点摔倒 他皱了皱眉 依旧拦在赵大山面前说再乱来 他可要报警了 赵大山立马瞪着眼 盯着陈辉 问他这么护着李盼盼干什么 难不成那野种是他的 赵大山的话让陈辉直接愣住 孩子怀孕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两个月前李盼盼去按摩馆时 他们好像的确没做什么防护措施 应该不会这么巧的 李盼盼事后肯定会做措施的 他不可能怀上一个盲人按摩师的孩子的 陈辉安慰了自己一下 义正言辞的看着赵大山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但李总是他们老板 自己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打死李总 陈辉转过脸 对周围人吼了一声说都愣着干什么 是不是忘了是谁给他们饭吃的 听了他的话 周围的同事互相看了看 也纷纷站起来围住了赵大山 赵大山见状 气急返笑 他指着陈辉怒骂 随后他把铁轨一扔 离开了公司 陈辉后背冷汗都出来了 松了口气 李盼盼面色清冷的说都好好自己做事 然后叫陈辉来他办公室一趟 陈辉迟疑了一下 还是跟着他进了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之后 李盼盼就一直看着陈辉 陈辉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一直低头等着他说话 过了几分钟 李盼盼开口叫陈辉出去 陈辉正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李盼盼就退了出去 心里觉得奇怪 李盼盼把自己叫进去是想干什么 还有他刚才的神色有些奇怪 陈辉嘀咕着 也想不通李盼盼到底什么意思 索性就不想了 下班后 陈辉去地下室开车 刚进地下室就被一群人被堵住了 赵大山从后面走出来 指着他说往死里打 那些人二话不说 就朝陈辉身上招呼过来 他被打得浑身都是伤 只能缩在角落 尽量抱住自己的脑袋 赵四还骂骂咧咧的踹了陈辉一脚 带着人走了 陈辉挣扎着起身 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已经在医院了 还看到了李盼盼 他正坐在病床边上削着苹果 陈辉连忙坐了起来 李盼盼把他按了回去 叫他躺着好好休息 陈辉问李盼盼 是不是他把自己送到医院的 李盼盼点了点头说他下班时 看到陈辉晕倒在地上 陈辉感激的看着他 道了一声谢李总 李盼盼摆了白手 深深地看着陈辉 他刚准备说话 突然就一声干呕 捂着嘴巴趴在了垃圾桶上 陈辉有些担心地问他有没有事 李盼盼干呕了一会之后 擦了下嘴巴 目不转睛地看着陈辉 陈辉被他看得都有些不自在了 李盼盼突然开口说他怀孕了 陈辉愣了一下 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怀孕的事情 经过赵大山那么一闹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李盼盼沉默一会 咬着下唇对陈辉说是他的 陈辉点了点头 随后猛地抬头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盼盼 他第一反应就是李盼盼在胡说八道 这怎么可能了 绝对不可能 李盼盼就这么看着陈辉的眼睛 不说话 陈辉心里有些没底了 他率先打破陈墨 问李盼盼那次他回去后是不是没买药吃 李盼盼摇了摇头说没有 陈辉瞪着眼睛 大声问他怎么能不买药 李盼盼直够够看着陈辉 陈辉张了张嘴巴 最后深深叹了口气 他抓挠着自己的头发 很是烦躁 李盼盼淡淡地说帮他个忙 他们之间就没关系了 陈辉抬头 宁眉看着他 他平静跟陈辉对视着 过了片刻 陈辉开口问什么忙 他心里很清楚 他是不可能因为李盼盼而抛给他老婆孩子的 李盼盼叫陈辉晚上来他家一趟 他跟陈辉戏说 陈辉下意识就想拒绝 他要是上李盼盼家 赵大山不得撕了他 李盼盼看出了陈辉的顾虑 说赵大山不在家 文言陈辉才点了点头 晚上陈辉跟着李盼盼来到他家 他家住在城郊的别墅区 进了门之后 李盼盼端了杯水给陈辉 陈辉也是渴了 光光几下就喝光了水 他坐在沙发上 开门见山的问李盼盼 到底要他帮什么忙 李盼盼趴在陈辉耳边 吹了口热气说 他想让陈辉帮他杀了赵大山 陈辉眼睛一瞪说不可能 他起身就要走 但是刚走两步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栽倒在地上 陈辉看到李盼盼正冷眼看着他 眼睛一黑 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陈辉晕了多久 等他再次醒来时 感觉手上黏乎乎的 他低头一看 顿时下得脸都白了 他的双手满是鲜血 右手上还握着一把踢骨尖刀 陈辉连忙扔掉刀 惊恐地搓着手 他慌乱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发现没事之后松了口气 但很快陈辉就傻眼了 赵大山就躺在他身边 赵大山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他 脖子被划开 血流的遍地都是 陈辉大叫一声 连滚带爬的跑到门口 刚打开门 就看到一群警察冲了进来说不许动 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将他按在了地上 陈辉脑袋一片空白 直到被带到警局才回过神来 他被李盼盼坑了 陈辉告诉警察他是冤枉的 他没杀赵大山 警察淡淡地说昨天傍晚 赵大山带着一群人把他打了 赵大山被割开喉管 流干了血 凶器上有他的指纹 他的身上也全是赵大山的鲜血 还有赵大山家的监控也被破坏了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他报复杀人 警察每说一句 陈辉的脸色就白一分 他告诉警察是李盼盼叫自己去他家的 是他给自己下药 是他杀了赵大山 陈辉激动地大喊 但是警察只是淡淡看着他 开始询问他一些问题 陈辉都一一如实回答了 一个警察对少队说有些不对劲 赵大山家的指纹太干净了 除了赵大山的就是陈辉的 少队脸色顿了顿 你起了眼问他的意思是不是现场被处理过 那警察说很有可能 陈辉看到了一丝曙光 兴奋地大喊他是冤枉的 他们一定要相信他 少队看了他一眼 走出了审讯室 这一晚 陈辉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的 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少队就过来了 对陈辉说他没事了 凶手他们抓到了 少队的话对陈辉来说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他愤恨地问是不是李盼盼 少队点了点头 陈辉咬着牙 眼里恨意十足 他询问李盼盼为什么这么做 少队大致地跟他讲了一下 其实赵大山在那次去按摩馆找李盼盼时 就已经发现李盼盼出轨了 他对李盼盼家暴打骂 一顿把他打进了医院 李盼盼为了摆脱赵大山 一直在想办法 直到那次周年庆他认出陈辉之后 心里就生起了一个可怕的计策 他要借陈辉的手除掉赵大山 李盼盼专门把燕运棒丢在厕所最显眼的地方 让赵大山发现 当赵大山来公司闹事时 他也是故意往陈辉这边走的 就是为了让陈辉跟赵大山发生冲突 李盼盼很清楚赵大山的性格 赵大山一定会报复陈辉 这就埋下了他报仇的伏笔 李盼盼再把陈辉引到家 将他迷晕 亲手杀了赵大山嫁祸给他 但是李盼盼后来处理现场时 清理得太过干净 他跟赵大山住在一起这么多年 家里面怎么会没有他的指纹 也正是这个漏洞让李盼盼暴露了 陈辉迟疑了一下 问李盼盼的孩子是谁的 少队看了他一眼说李盼盼没怀孕 陈辉的脸沉了下来 常常出了口气 嘴角挂着苦笑 他被李盼盼耍得团团转 有了这件事 陈辉辞去了按摩馆的工作 也离开了公司 靠着之前在按摩馆赚得一笔钱 自己做了点小生意 虽然日子平淡 但总归是安稳多了 每天看着老婆孩子 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 但正当陈辉以为 自己能够这样安安稳稳生活下去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他再次陷入了泥沼 李盼盼在监狱中突发心脏病 在送医的过程中逃跑了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Damit 对 我真的 heb选择了 兄姐妹里 view 情形 识 温中